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涛TV的石涛聚焦 今天已经跟大家做了三期节目了 说实话相当热闹 也就是在时间上相当紧凑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习近平在11月2号这天就透过新华社 把他在六中全会的所有讲话内容都给登出来 而其中直接痛斥在中共党内 极少数高级干部是政治野心 政治阴谋 那杨凤因为拉帮结派 谋取政治权势 后来这话很厉害的 也就是讲在他的心目中 已经完全是谁干嘛 证据 罪名 干什么都有了 全都穿在里头 那与此同时正兵杂志也拿出了 当时开会的场面都有了 这前后没对两天 也就是说星期四结束 到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就把内容给了证明杂志 证明杂志就说了 整个六中全会吵翻了天 因为要求六中全会提到说 要在十九大前 所有候选的这个中共中央 十九大的中共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必须公示公布自己的财产 向全党 全国人民 那就是废掉了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委员 自动废掉 我不骗你的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 我曾经早就说过的 只看六中全会 不看十九大 六中全会完了之后 我们看他干嘛 那这完全是对党内的 一种直接的下手 对吧 是在今天的另外三期节目中提到 结果同时间在法广 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习近平 王岐山要求全党高级干部 相互揭批 这是文化大革命 这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 这是三反无反 这是纯正党的手段 用党的原则 党的规矩 党的政策 党的方针 党的什么东西 反正就共产党的东西 整死每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那这期节目我们讨论的是六中全会了 还是跟大家讲 六中全会的专题节目 我们放在了石桃聚焦 石桃news和涛歌坎电影的channel当中 收看这期节目 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